欢迎大家收看由安乐居呈现的《不老80》 今天就请来安乐居的社工组长 陈慧斯、Fornier跟你谈谈 Fornier 你好 你好,Wayman 对上一次你上来的这个节目 应该都有年多前 差不多两年 对,都差不多 我很开心有一些嘉宾再上来 可能是第一集、第一集、第二集 好像大家疫情之后又再见 感觉完全不同 很高兴见到你 我知道其实你这段时间都很忙碌 但今天想你讲讲有一种叫做 Advanced Directive 英文叫做 中文叫做进阶指示 我就这样讲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什么来的 但一会儿当Fornier 陈姑娘解释给你们听的时候 可能你说 我听过 或者我医生问过我 或者等等 一会儿会和大家聊一聊 和会讲讲这个进阶指示 为什么对我们 那么重要 尤其是长者 和究竟如果没有的话 或者如果有的话 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首先Fornier 不如我们讲讲 什么是这个叫做进阶指示 其实进阶指示有分两个不同的层面 主要分为有财政方面 即是finance方面 以及医疗方面 主要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代言人 就是帮我们 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表达到我们个人意愿的时候 我们用这份子章进阶指示的时候 那么那个代言人就可以帮我们 将我们的意愿表达出来 那么刚才你讲到 当那个人他没有了意识 即是自己掌握不了主意的时候 才会给这个进阶指示 看是给哪个人去帮他决定 是不是 那么 什么时候才可以说 知道这个人是 他现在要那个进阶指示 指明哪个人去帮他做一个决定 是什么时候才知道 但是不是医生要去确定 那么其实 一般来说 我们也鼓励 就是无论任何年纪的人 他都可以随时去做这份子章 那么我们今天集中会是讲 就是在医疗方面的 这个advance directive 那么因为呢 一般来说 我们都很爱惜我们身边 无论是我们家人 或者是比较紧密的人士的时候 我们都想让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么身边的人都知道 我们到底自己的想法去怎么样 所以其实任何时候去做定 也是一个很好的好事来的 但是刚才你说到就是 到有一个某一个时间 真的要另外 譬如我说了如果到时我有什么事 我自己找不到主意的话 就要譬如我太太帮我去 去做一个指示 那是不是要有医生 证明到时哪一段时间 我真的自己找不到主意 我太太才去做一个指示 是不是 因为我自己不可以 到时我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 究竟自己是否清醒 还是不清醒 是的 至于去评估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或者去作出一个决定各方面的时候 这个是由医生去做一个决定 决定 OK 有些什么是可以帮我们提前做好 就是有些指示给我们 另外的家人到时帮我们去做这个决定 它其实集中在几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去选 我们心目中最合适的 我们的医疗的代言人 英文就叫做Health Care Agents 另一方面 那个纸张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情景 就是让我们可以去表达我们医疗的意愿 就是我们自己一些Health Care Decision 是 OK 刚才你说到医疗代言人是什么 就是说到时有什么事 谁可以帮我代表 是的 其实如果说得白一点 就是譬如用我自己做例子 譬如我如果做不到决定的时候 譬如我选了A和B 就是做我的医疗代言人 到时候当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决定的时候 医生就会跟A和B 就去跟进我当时在这个纸张上 所表达了我其他一些已经写了的医疗意愿 其实通常譬如安乐居来说 他们的会员都会去做这个 进阶指示Avance Directive 是 一般安乐居的会员来说 我们的社工都会跟他们去跟进 关于这份医疗的意愿 其实当回看的时候 其实这份纸张只不过是一个途径 其实更加重要的 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会员和他们老人家之间 大家都有一个沟通 知道譬如老人家心目中的那个想法 各方面是怎样的 有一个好的准备 是因为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趁自己 还可以想到自己想怎样的时候 然后就应该去帮自己决定 到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我应该想怎样做 其实大多数 比如医疗方面 是有些什么要说明的 就是说明在这个纸张上 譬如会不会 到时你最好 我如果没有呼吸 你就不要再帮我做些什么急救等等 是不是那些东西 这个 刚刚你说的 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会牵涉到譬如 又用我做例子 他会问到 譬如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的时候 那我会想怎样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有些人就可能希望 做完所有的急救 插完呼吸机 又或者有一些人就觉得 既然情况去到这样 那不如就顺其自然 那又另一些的情况派 譬如因为各种病 病啊各种原因 即我将来没有办法 自己吞到饭 吃到饭的时候 那我会不会想插 那个食馆呢 各样的 那就是 在这些不同的方面 都可以去谈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 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回来 再继续讲讲 继续回来由安乐居 呈现的不老八十 今天就请来安乐居的 社工组长 陈慧思 那些方便上来和他聊天 那方便继续说 其实很多人都听过 这一件事 或者很多人 你没有做一份 就是 港明大使要怎样 首先这些 就不同 平安寺那些 大家要清楚记住 这两件事来的 那 这一件事可以说 等你可以预早 告诉别人 究竟你的意愿是什么 刚才提到医疗方面 我知道还有其他方面 其实你可以提早 告诉别人 你将来的决定是什么 对吧 除了医疗方面之外 亦都可以 譬如 亦都有 在那份史章那里 亦都可以说 譬如 去到 譬如我 如果真是去到 比较 最比较 末后的 末期的时候 譬如 我会想 在医院 走到我最后的那段路 还是 我都会很想 在家里 有家人在我身边 走到最后的那段路 这些事要说明 因为到时可能 身体的状况 已经决定不了 自己都可能 不太清醒 那这些 你要说定 这些需要 那或者 再跟着 譬如 又再进一步 当我真的 已经不在的时候 我的身后事 譬如 我想怎么处理 因为现在坊间都有很多 不同各种的认识 譬如 说清楚的时候 亦都会让家人 有个概念 譬如 譬如 我自己想着 简简单单 火葬就可以了 不需要有太大仪式 最主要都是 家人 大家聚在一起 送我最后一程 就可以了 写清楚的时候 家人又会知道 是 我知道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 就算是你 坐了身之后 那些器官捐不捐赠 都在这个 纸张里面 可以说 是的 他也有一个选项 给大家 也都写了 会不会 愿不愿意 去做器官捐赠呢 如果因为各方面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资料 如果已经有机会 一早跟身边的人 无论是家人 或者是我们信得过的 所选了的医疗代言人 有一个好的 之前有一个沟通的时候 到真的时间来到了 那些他们其他的人 就会知道 到底怎样去办 那个事情 我知道大家可能 就说 我之前都跟家人说了 这些我想怎么做的 或者我都写了一张纸 给他们听 说给他们 我们想怎么做的 但这些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但是这个Advanced Directive 真的可以说 你们的医疗团队 可以跟着这个纸张来做的 是的 他有一个法律的效力 或者一个承认 这样说 那方便 如果有什么事情 医疗团队 或者去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他们知道 怎样去执行 其实你在安乐居服务了这么多年 很多长者 相信跟你 你都可以说过 这件事对他们 多么重要 有没有 有什么挑战 有时会不会有些长者 我不想填这些东西 会不会有这样的挑战 其实 多少 总是会有一些挑战 但是 我自己去看的时候 其实 如果当一些长者 他们可能真的 不是很想说的时候 其实起码我们作为 无论是他的社工 或者我们的团队的时候 起码也都最基本 我们会知道 他可能对于生死 或者各方面的过渡 他自己的想法是怎样 是吧 可能当他很抗拒的时候 起码当他不说的时候 我们知道 原来他当中有一份 都很抗拒 或者可能是因为恐惧 或者觉得不吉利 或者是各种原因的时候 那我们整个团队 也都可以一起再去配合的时候 看一下怎么样去支持 去支援这个老人家 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 其实最重要的 当然由这份指章完成是最好 但是 其实这份指章 只是一个渠道 让我们可以和我们的会员 老有记 有一个沟通 可以有一个话题去说 但如果不是安乐居的会员 他想做这个进阶指示 就是Advanced Directive 可以怎样做呢 其实一般来说 他们可以找回自己的家庭医生 又或者其他有一些机构 都会有这一方面的服务 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全部都是免费的 这个很重要 但是大家又不要混乱 有时你在外面的医生 他会给另外一张表格你填的 那张多数是粉红色的 是 那张是另外一张 那个表格 其实主要就是会集中在 又用我去说 主要会集中层面 就是纯粹在医疗的意愿方面 例如如果我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的时候 我想怎样呢 又或者我没有办法吃到东西 各方面的时候 我会否考虑插胃喉 各样 那份表格 再有其他一些比较仔细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都是让医生专业的层面去解释 不过我可以在这里说一点的就是 我们那个进阶的指示的时候 正如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会比较 就是覆盖的范围 就比较再更加全面一点 是 没错了 所以最好都是做这个进阶指示 但是当然 如果医生叫你做那张 粉红色那张 叫什么那张 应该是叫做 医生他们有另外一个叫 是不是叫Pose 是的 英文就是叫做Pose 其实那个就是比较医生他们那边叫你做的 但是做了那份 你都可以再做一份进阶指示 是的 绝对没问题的 只不过就注意 因为两份指章两份文件 都会有问到 就是关于个人自己的医疗意愿 那就尽量确保两边所说的资料 一样 比如我就不要在其中一份说 如果我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一定要做所有东西 是的 另一个就说 可以了 什么都不用做了 让我自自然去 是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医生他叫你做那份 粉红色那张 叫Pose 简称是Pose 简称是Pose 全写Physician Orders for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所以如果你做那份 做了不要紧 可以再做多一份 刚才我说的进阶指示 Advanced Directive 那个就是包括多些不同的东西 是的 他刚才所说的包括不同的东西 大家如果做了 我相信就是 未来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知道很有用 待会回来 你就会讲一个真实的个案 告诉大家 原来做了真的帮助到大家 好 继续回来 《不老80》 Fornia刚才说了 这个进阶指示 多么重要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或者真实个案 当然是 究竟这个进阶指示 怎能帮助到老人家 或者他的家人 可以这么说 我自己比较深刻的 就是曾经有一位老人家 他本身是他自己一个人 他没有结婚 又没有子女 各样 他只是有其他一些的兄弟姐妹 当然 兄弟姐妹都跟他年纪差不多了 因为一般来说 兄弟姐妹本身自己也很少 平时或者家庭聚会 又会说起这方面事情 但老人家其實自己 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参加了安乐居之后 我们社工或者我们团队 也会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很清楚地将他自己的想法 各样怎么样 譬如日后不在的时候 他想器官捐赠 日后不在的时候 他想简简单单火葬 我们帮他很清晰地写了这份子章 当然他也找了其中一位弟弟 做他的代言人 我们也当然有叫他和他弟弟 沟通有这样的情况 到了真的需要用得着的时候 老人家走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家人也有跟我们说 陈姑娘也很幸运 他有跟你们说过 有说这个子章 所以我们家人各样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知道怎样帮他决定 譬如医生问我的时候 我知道原来他就是想着不需要做那么多东西 如果真的就让他自自然 家人也觉得很安心 没有那么大压力 也知道原来家人是想着会器官捐赠的 当去到医院有人跟他们沟通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知道怎样去决定 按照你这么说 其实这份子章 应该在不同的人手上保持住 保持住 因为如果你突然有什么事 真的入了医院 你都要告诉别人 他做了一份这样的子章 当然老友记做了这份子章 当然老友记自己需要有一个副款 但老友记选择了一些医疗代言人 即A和B的时候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A和B 都会有一份子章一直保持住 还有我很多时候都听 有些老人家跟我说 陈姑娘这份东西这么重要 我一会回到家 你给了我之后 我会好好锁在保险箱 我都会提醒他们 是我明白 我都很欣赏你这么重视这份子章 但因为这一个就是 我们随时紧急的时候需要用到 也都好像天气般翻风落雨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所以最重要的这份子章 其实就是放在一些我们方便容易随时拿得到 也都会记得我们是放在那些地方 没错没错 这个很重要的 你做了都没用 你做自己找不到 另外就是我想知道 譬如有些他们可能会改变主意的 其实是否随时都可以改这些资料 是的 另一样就是我自己和我们社工团队 都会和老人家和他们家人说 放心 我们不是说今天一签了这份子章 就没得改了 任何时候如果改变主意的时候 如果和我们说新日等我们知道改变主意 那我们就会再重新去做一份 至于旧的那份自己 一直有的那份副本的时候 随时喜欢的话 你撕掉它 那就可以了 但最重要就是和我们说回 或者如果不是我们安乐居会员的时候 就和你的家庭医生去说回 我想再重新做一份 那就可以了 其实那份表格就真的 当然在安乐居里面有我们的社工帮助 但当然也都外面可以找一些 你的家庭医生可以帮到你了 大家真的记住 又不需要任何费用 是 做了真的让自己安心一点 如果你说有任何改变 又随时可以再做另一份 但当然记住重新做那份 又要给回有需要知道的人 是 而且一定要告诉别人你做了 你自己知道自己做了没用的 是 这个很重要是吧 是 如果是否只有你自己知道 有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你做了 又是插不了主意 因为这份纸张 其实我们当然除了自己知道之外 最起码我们都会鼓励 需要医疗代言人 譬如我选择了A和B的 A和B起码最重要是知道 我选择了他们两个做我医疗代言人 是吗 是的 其实可以选择多过一个 其实是可以选择多过一个 其实我们亦都鼓励尽可能的情况之下 都选择多过一个 因为主要原因 譬如有时候 如果A各种原因做不到的时候 起码有说B是吗 没错 这个很重要 今天真是多谢Fornian上来解释清楚这件事给大家听 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外面的长者 或者家人也好 都不太清楚这个叫做进阶指示 是什么来的 还有有时又会很混乱 就是很乱 有些又说PoA DpoA那些 其实如果你说想帮长者去决定到时他有些什么 最后的决定等等 这个就可以囊括了很多 大家可以不妨去看下 今天多谢你的Fornian 今天麻烦你上来讲解了这个进阶指示给我们听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和大家聊天 多谢 今天多谢安乐居的社工组长PowerGuy的陈慧思 上来和我们聊天 多谢Fornian 其实说起社工服务是很重要 好像刚才所说的那些资料 社工他们真是很有经验 在这方面可以很详细解释给一些有需要的老人家 知道他们的权利 或者他们可以怎样帮到他 无论是现在或者将来等等 其实有时候长者服务不单止只是医疗 另外一方面 比如在社会服务方面 在其他他的生活上面 怎样可以帮到他们 都非常之重要